第1232章 苏醒 巨龙盘踞天际 浩浩荡荡的龙威弥漫着这片空间 在这等强烈的龙威之下 即便是一些星云阁的长老 都是脸色微变 悬浮在天空上的身形 忍不住的降低了许多 这便是那位在石塔中修炼的师兄吗 好恐怖的实力啊 这种气息就算是阁中的长老 都是无人能及啊 这股气息应该是达到了斗尊级别啊 真是让人难以支线 这位师兄的年龄可不比我们大上多少 没想到他竟然达到这一地步 感受着那弥漫天际的浩瀚气息 山峰上顿时爆发出阵阵窃窃语的声音 这些声音之中 一起还能听见一些极度震惊的感觉 显然如此年轻的斗尊强者 算得上是他们这些年中第一次所遇 能够成为幸运哥的弟子 这些人本就是拥有着不弱的天赋 骨子里面也是有些傲气 但如今这档傲气 在这位名为硝烟的师兄面前 似乎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这个家伙 也太恐怖一点了吧 居然直接突破到斗尊层次 沐青鸾脸颊上的震撼在持续了片刻后 也终于是逐渐地回复了冷静 一声苦笑 心头颇为复杂 想当初见到硝烟的时候 后者的等级比起他都是要略微低上一些 然而这才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后者却是一种恐怖的飞跃速度 直接飙升至了斗尊层次 这倒是令得他首次对自己的修炼天赋 有些感到怀疑了起来 跟这种变态相比 他还能够称得上是什么天才吗 果然是硝烟 天空上 封尊者与耀老悬空而立 目光火热在望着那巨龙额头处的人影 前者最先忍不住的惊喜教导 耀老微笑着点了点头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激动之色 一年了 这个小家伙总算是苏醒了过来 而且此次的苏醒 似乎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呵呵 这小家伙福源不小啊 不仅真正的激活了银阳龙玄丹的药力 而且还趁机突破了斗尊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一年他应该是在积累能量准备一举突破吧 封尊者笑着说道 嗯 突破斗尊所需要的能量太过庞大 若非是借助者此处得天外陨石之力的话 恐怕这小家伙想要突破 还得至少延迟两年时间呢 耀老笑了笑 脸庞上有些欣慰 萧炎向来擅长把握机会 如今更是并未犯过这次大机缘 沉寂一年终于是在此刻彻底的一鸣惊人了 在众人心中皆是惊叹不已间 天空上那蜿蜒盘踞的巨龙 在持续了十来分钟后 终于是逐渐消散 而随着巨龙的散去 那股弥漫的龙威也是逐渐迅速的减弱了下来 伴随着巨龙的彻底消失 天空上得那道身影也是越来越清晰了 到的后来终于是彻底的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天空上年轻人影懒散的伸了一个懒腰 其身体皮肤顿时在此刻蠕动了起来 体内的骨骼也是如同开启了机关的复杂机械般 传出了一道道清脆的骨骼摩擦碰撞的声响 感受着体内那弥漫开来的舒畅之感 一口带着几分炙热的气息顺着喉咙 从萧炎嘴中喷涂而出 这便是斗尊强者的力量吗 萧炎手掌微微握了我 感受着体内那股如大海一般的斗气 不由得有些着迷 这种力量具备着令人疯狂的诱惑之力 无数人为了这种力量拼尽一声 萧炎手掌平探而出 玄机猛然一握 面前的空间居然直接是猛的扭曲成一个怪异的突现来了 这一握若是握在人身体之上 即便是一名斗宗强者恐怕也是得当场身体崩裂成一滩血肉 感受着这种举手投足间便是足以扭曲空间的浩瀚之力 萧炎脸庞上也是缓缓浮现一抹笑容 这个境界在当年的他来看是何等的遥不可及 然而如今他却是真正的已经达到了 此刻的萧炎若是再次遇见那摘星老鬼 虽然不敢说能在不施展毁灭火灵的前提下将这击杀 但凭借着他的实力那摘星老鬼再也奈何不了他 这便是斗宗与斗宗之间的差距 在萧炎九星斗宗时 遇见摘星老鬼这等强者唯有逃命意图 即便是施展毁灭火灵 也顶多只能拼个两败俱伤 可一旦突破斗宗 进入斗宗这个级别 那么一切都是将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的萧炎若是正常交战 或许并不能击败斋星老鬼 但同样的 他若是想要再次从斋星老鬼手中脱身的话 已是不会再费吹灰之力 斋星老鬼 这份债你会有还的时候 萧炎那沉寂取久的漆黑毛子中 夺过一抹淡淡的森寒之意 此次重伤虽然因祸得福 但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轻易饶过这个老鬼 在萧炎心中杀意涌动时 破风声迅速传来 旋即击到身影 便闪躲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 你这家伙 总算是舍得醒过来了 封尊者狠狠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 这一年的时间他们为了萧炎可着实实在是折痛惨了 多谢封老了 萧炎笑了笑对着封尊者恭敬地拱了拱手 还是谢谢你的老师吧 这一年他恐怕是都没睡过多少安稳觉 封尊者摆了摆手说道 文言 萧炎目光也转向一旁笑眯眯的耀老 望着纳张许多年都是未曾见过的熟悉笑容 心头也是有些澎湃 一时间竟然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 不要听这个家伙胡扯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望着纳张比起当年成熟的许多的脸庞 然后是以耀老的定力 心中都是忍不住的浮现 些许激动 说道 望着笑眯眯的耀老 萧爷眼睛有点红 他一身本事皆是耀老轻力所受 若非耀老的话 即便当年萧炎的修炼天赋并未消失 或许其如今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加玛帝国的强者而已 天才在大陆上永远都不缺乏 多他一个人不多 少他一个人不少 正是因为幼时的沉寂打磨了萧炎的韧性 因此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耀老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然而耀老为了培养他 耀老轻轻地拍了拍萧炎 含笑道 文言 萧炎倒也是一笑 此话虽然有些笑料的意思 但却的确有着一些理 自从耀老落入魂殿手中后 萧炎那修炼的动力也是变得无比的旺盛 也正是因为这种修炼动力 方才促使萧炎的实力 在短短几年之内突飞猛进 老师 如今我已经吞噬了三种异火 已经足有能力为您炼制躯体 迅速收拾好心中的情绪 萧炎看了一眼 耀老那略微有些虚幻的身体 有点迫不及待地说道 进到萧炎脸庞上 那份迫不及待 耀老心头也满是 欣慰与暖意 上天让他瞎了一次眼 但索性并未再让他瞎第二次 炼制躯体的事情还不及 耀尘此次落在魂殿手中 虽说并无性命之威 但却损失不少的本源魂器 在炼制躯体之时 必须要把其损失的本源魂器补足 不然的话 即便是得到了肉身 实力也会毫无进展 一旁的风尊者文言 确实摇摇头说道 文言硝烟一正 本源魂器有着另外一种说法 也叫做本源灵魂之力 魂殿抓取灵魂 其实也就是想要从他们体内 将本源魂器抽出来而已 这种魂器乃是灵魂命根 魂器有损将会对灵魂产生极为巨大的伤害 封尊者解释道 听得此话 萧炎面色顿时已沉 他想起那些缠绕在所有灵魂上的锁链 原来这东西是用来吸取魂器的 那怎样才能弥补魂器 萧炎问道 如今万事俱备 说什么他都要将要老唯一的愿望给完成了 魂器是灵魂之根本 很难受外力而改变 但天地间有着两种奇物 却是拥有着恢复魂器之神效 封尊者沉言了一下 说道 那两种 萧炎迅速地问道 魂鹰果与玲珑添枝 封尊者缓缓地说道 这二者只要能够得到其中一样 便是能够修复耀尘所损失的魂器 但可惜 这两种奇物的罕见程度 比起一伙都是有过之而不及 我也只是在古籍之上见过 在你昏迷的这一年中 我已经派出了星云阁的强者 四处寻找这两种奇物的消息 但 说到此处 封尊者也是摇了摇头 一声轻叹 闻言 萧炎的心头也忍不住地一沉 没想到如今万事俱备 却又出了岔子 该死的魂殿 萧炎咬牙切齿 若是不能补充魂器的话 岂不是要了一直都不能拥有躯体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萧炎有些不甘地问道 封尊者默然 见到封尊者这般模样 萧炎拳头 也是忍不住地缓缓紧握了起来 在几人沉默间 一旁的一名长老迟疑了一下 突然轻声道 封阁主 您所说的这两种奇物之一的浑烟果 据传闻啊 似乎在最近闹得飞飞扬扬的远古遗迹中 传出过一些风声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 第1233章 第1233章 远古遗迹 远古遗迹 温炎硝烟心事一正 寻尽目光猛地转向 那名开口的长老身上 急忙说道 那里有婚姻果的消息 你这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 封尊者也是有些错愕地 望着那名长老 看他这模样 似乎也是对此并不知情 那名长老笑了笑说道 风格主 轮古遗迹的事情 最近一直都是我在负责 据今天传回来的消息 那远古遗迹处 有着一些魔兽家族闯了一闯 不过似乎都是狼狈而回 但据那些逃出来的一些人的口述 那遗迹中啊 有着一种习物 与魂姻果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 我猜测那东西应该正是魂姻果不假 封尊者有些兴奋 搓了搓手 说道 魂姻果的确是远古之物 若是说出现在远古遗迹中 倒也并不算太过奇怪 萧妍 你可真是复兴啊 我们找了一年时间都是没有结果 如今你这刚一出来 这等好消息便是送上门来了 要老倒是并没有封尊者的那般乐观 沉言道 别高兴得太早了 如今这远古遗迹 吸引了不少大陆强者以及势力 而且那里已是受狱之内 想要从其中拿出什么宝贝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当年那一次远古遗迹 可是杀的血流成河 斗宗斗尊强者不知道云落了多少 文言封尊者的面色也是凝重了一些 他经历过当年的那次远古遗迹争夺 自然是知道那种争夺是何等的惨烈与残酷 这远古遗迹是怎么回事 硝烟见到皱眉沉颜的二人忍不住地问道 先下去再说吧 你昏迷的这一年时间中 中周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封尊者目光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于耀老对视了一眼 对着硝烟招了招手 一行人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躲下高空 进了星云阁的大殿 一行人行入大殿分析而坐 硝烟对着紧跟而来的小医仙笑了笑 然后目光转向封尊者 后者见状也是一笑 喝了一口香茶 整理了一下思路 方才缓缓地说道 远古遗迹顾名思义 自然便是那些从远古流传而下的东西 而能够历经岁月变迁 依旧留下的痕迹的 那些遗迹的主人 必然不会是寻常人物 而此次受遇出现的遗迹 从其完整程度来看 其主人或许是一名 斗圣级别的巅峰强者 文言硝烟眼中 也是多过一抹凝重 斗圣 这个几乎接近了 这片天地间巅峰的存在 如今突破至斗尊 他也是能够越发地感觉到 这个层次的恐怖 而一名斗圣强者所留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无疑是拥有着 无可抗拒的吸引力 远古与现代 是完全不同的时代 在那无数岁月中 自然会留下众多的遗迹 一些遗迹 或许会在岁月中掩埋或消失 但也有一些 会在偶然之间重见天日 就比如此次所发现的这远古遗迹 每一次的远古遗迹出世 都将会引来一阵兴风雪雨 斗圣级别强者所遗留的东西 你应该知道具备着何等吸引力 那足以令的人为之疯狂 封尊者笑了笑 继续说道 你所修炼的坟绝 当年也是我与耀尘等人 经历了诸多血战 封才成功地将它从 那一次的出世的遗迹中 带出来了 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曾经听耀老提起过 得到坟绝的过程 相当之困难 此次的远古遗迹 比上一次我们参加的那一次 恐怕还要更加麻烦 因为它出现的地点 是在兽雨之中 那里是魔兽家族的天下 兽雨 萧炎眉头微皱 对于这个地域 他倒是听说过一些 那里完全是魔兽家族的地盘 虽说也有着人类混迹在那里 不过总的说来 那些以家族成型的魔兽 还是拥有着极强的排外心理 这一次远古遗迹出现在 他们的地盘上 以他们的性子 肯定不会乐意 让人类强者来分一杯羹的 事情麻烦 萧炎轻轻点了点头 那些魔兽家族的难缠程度 最令的不少强者都感到头痛 唉 远古一季一出世 我便是派了星云阁的长老多加注意 原本是不想趟着浑水 对于经历过上一次 一季争夺的我们来说 非常明白这之间的残酷 若是让得星云阁牵扯进去 必然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封尊者轻叹一声 说道 如今星云阁 基本已被列入魂殿的黑名单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着他们 若是在这种时候出现什么大伤元气的事情 他们肯定会落井下石 顺手将我们给灭了 现在耀尘尚还为恢复力量 所以他也不能公开 少了这种强力助手 我们并不可能与魂殿纠缠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星云阁虽说名列四大阁之一 但与魂殿这种传承极久的老牌势力相比 差距依旧是太大了 不过如今在那远古遗迹中 却是发现了魂阴谷 这样的话 这浑水也是不得不汤了 封尊者话音一转 沉声道 魂阴谷异常的重要 他关系着耀尘能否彻底的恢复巅峰实力 如果真的能够将之得到的话 那么星云阁的实力无疑将会立刻暴涨 到时候 有了耀尘这等人物坐镇 即便是魂殿 也是不会再轻易胡来 所以不管付出再大的风险 也是必须尽全力 帮助耀尘恢复巅峰 如今星云阁与魂殿为敌 而此处又是星云阁的大本营 必须要有强者坐镇 所以这远古遗迹 风老是无法动身了 萧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说道 至于老师嘛 这里拥有着星云大阵 您留在这里也会安全许多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 您也只能在这里 这样算来 这远古遗迹便只能交给我了 魂殷果我会尽全力将它给带回来 而且对于这远古遗迹 我也挺感兴趣 萧炎轻笑道 太危险了 你并不了解这远古遗迹 争夺的残酷 你还要救你父亲 可绝不能出什么差错 要老摇了头说道 老师 如今的我 即便是再次遇见摘星老鬼 那等实力的强者 也是能够安然而退 放心 我知道分寸 萧炎笑了笑 也不带要老继续说话 目光转现封尊者 说道 封老 还请帮我准备一份 受遇段详细地图 魂殷果的事情便交给我吧 门言 封尊者看了一眼 一旁眉头紧皱的要老 玄机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虽然我也有些担心 但如今最好的人选 的确是非你莫属 为了让药臣尽快 恢复巅峰实力 这一次便只能再麻烦你了 地图的事情 我会尽快地帮你搞定 另外 离开的时候 你将木青鸾也带上 他的家族 也是在受益之中 说不定到时候 能够帮上一些忙 消炎笑着点了眼头 并未拒绝 封尊者的好意 见到两人这般迅速便是伤妥 要老嘴巴张了张 玄机只能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看着消炎轻声道 唉 既然你执意 那为师也不再劝你 一路上多加小心 若是遇见紧其情况便立刻撤退 你要记住 在我的心中 恢复实力并没有你重要 这种弟子不好找 消炎挠了挠头 黑黑地笑着点了点头 在确定下了接下来的行程后 消炎却并未立刻地急忙动身 此行事关要老 能否彻底地恢复实力 因此必然不能出什么差错 所以这之间的种种情报 也是必须完善 所谓磨刀不负砍柴工 情报齐全了 办起事来 也是将会极为顺利 在这几天之内 消炎也是挂上了一个星云阁长老的名弦 如今要老便是星云阁阁主 身为他老人家的弟子 消炎自然也算是星云阁的人 而对于如此一位年轻的长老 也是在星云阁引起了一些震动 不过却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声音 当日消炎破塔而出的那惊天气势 也是让得所有人都明白 以他的实力 坐上这长老之位是绰绰有余 而在这休息之日持续了三天左右后 与远古遗迹有关的情报 也是尽数被消炎收入囊中 他知道 是该动身去那受狱的时候了 当第三天的陈辉自天际浮现时 星云阁晨练的弟子 目光皆是投向了天空上 那里几道身影踏空而立 清风浮动 衣媚飘飘 气度不凡 消炎 此行记得要多加小心 若遇见麻烦便速速撤退 封尊者望着整装待发的一行人沉声道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封尊者身旁的药臣 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后者抱拳恭声道 老师 保重 魂阴果弟子定给您老人家带回来 话音落下 他也不再做半点延迟 手掌一挥便是猛地转身 身形一动 对着那出口迅速夺去 眨眼间 一行人便是消失在了 那众多目光注视之中 老家伙 你找了个不错的弟子啊 望着消炎消失的方向 封尊者缓缓说道 要老轻轻点头 洒然一笑 能得此子 人生无憾 当年的选择 我终究是独对了 斗魄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去收听 斗魄苍雄 第1234章 第1234章 受遇 蔚蓝天际万里无云 天空上看上去 就是如同一块 巨大的蓝色镜子般 清澈无比 寂静的天际 突然间 传了一道 赫鸣之声 寻寂一道白色影子 自远处天空 宝夺而来 带起一阵狂风 自天空之上 呼吸而过 靠得近了 方才能够瞧见 这道白影 居然是一头 通体雪白的巨鹤 而在其宽敞的后背上 几道身影盘坐 赫然便是那 自星云阁离开的 硝烟一行人 此行前往寿狱 必然不会一帆风顺 被那远古 一记吸引而来的 强者太多 想要在这种地方 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那可不是 什么容易的事情 因此此次出行 硝烟也是将小衣仙 紫妍 天火尊者 甚至熊战 都是给带了出去 这等阵容 再加上如今硝烟的实力 已是极端强横 虽说不至于能够在 兽狱这种地方 横着走 但也是不会随便 什么人都敢 前来招惹的 兽狱有什么好玩的 去那里干什么 紫妍对于此行的目的地 倒是颇为有些抱怨 一路上不断地 这般嘟囔着 然而对此啊 萧妍倒是笑笑 他知道 多半紫妍失踪的那段时间 便是去了 这所谓的兽狱 那里是斗气大陆 魔兽家族 最集中的地方 虽然太虚古龙 极其的神秘 但想必他们同类之间 必然有着一些 共同血脉的联系 所以紫妍方才会顺着 这种感觉 前往受狱 听得紫妍的嘟囔 小一仙也是微微一笑 萧妍顺利苏醒 并且伤势痊愈 也是令得他彻底地放下了心 那瓶里紧绷的脸颊 此刻也是变得松滑了许多 喏 不要再嘀咕了 萧妍笑着摇摇头 将一个小玉瓶 甩给紫妍 后者接住了一看 方才有些洗上眉梢 将里面的药丸 如同豆子一般的 倒进嘴中 巴结了半天后 方才黑黑笑道 大地方可不比中轴好混 既然远古一季 如今出现在兽狱 你想要顺利取到东西 那便得有血拼的准备 青鸾 说说兽狱的势力分布吧 也好让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什么人该惹 什么人不该惹 萧妍也不理会这丫头 目光转向一旁 盘腿而坐的木青鸾 笑着问道 闻言 木青鸾也是抬起眼 目光依稀有些 复杂地看了眼萧妍 谁能想到 这家伙 在经历了此次的重伤后 竟然直接突破到了斗尊 这个层次 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步啊 兽狱 聚集了斗鸡大陆 将近70%的魔兽家族 那里是魔兽的天下 其中包括魔兽界的三大族群 天妖皇族 九幽地名茫 太古虚龙 说到天妖皇族的时候 木青鸾盯着硝烟 轻声道 你可得多小心点 天妖皇族 对妖皇血精 感应极其敏感 上次你能避开凤青儿 是他实力不强的缘故 但若是在受狱 遇见天妖皇族的强者 怕很难再掩饰 天妖皇族 是魔兽界三大族群之一 其族内强者如云 极端的恐怖 即便如今 你已进阶斗尊 但面对这恐怖势力 也唯有褪鼻三蛇 所以说 你身上的妖皇血精 在进入兽狱之前 最好想办法解决掉 木青鸾认真的道 硝烟摸索着下巴 天妖皇族 能够成为魔兽三大族群之一 实力恐怖是不必说的 若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硝烟也不想与他们为敌 天妖皇族算什么东西 硝烟你不要怕 有我在呢 他们敢来 我就让他们都回不去 听得这话 一旁嚼得不一乐乎的紫妍 顿时撇了皮小嘴 拍着小胸脯道 木青鸾愕然地看了一眼紫妍 对于后者的身份 他一直都不清楚 不过从风俊者他们 对待后者的态度来看 想来这小女孩的实力背景 应该不弱 但他拥有再强的背景 这话也是有些夸大了 能够成为魔兽界的三大族群之一 这个大陆上 能够对他们这般说话的人 或者视力可没多少 他并不认为 面前的这个小女孩 拥有着这般能量 硝烟也是瞥了炎子炎 忍不住地摇了摇头 这丫头虽说是太虚古龙 但却太小 实力虽说不弱 但还远远达不到 让天妖皇族 闻风放胆的地步 放心吧 妖皇血精 我会想办法的 目光转向青鸾 硝烟笑道 你有信心便好 这事 你应该知道严重性 在受欲得罪天妖皇族 就如同在中州 得罪了单打这等势力一般 极其的麻烦 穆青鸾点了点头 轻声道 兽欲之内的附属关系极强 一个强大的族群 能够拥有着很多个附属族群 这些附属族群 以主族群为主 这之间的牵扯极多 说起来 远比人类世界的主宗 与分宗要复杂 我所在的种族是青鸾族 虽说比不上天妖皇族 但在兽欲中 也算是拥有着一些名气 我族麾下 便是拥有着将近十个附属族群 这些族群的强者加起来 也是极为不弱 萧炎眼中有些惊叹 这里的独特区域 造就了独特的风格 类似这种附庸的关系 在人类世界中虽然也具备 但远没有发展的 如此的盘根错节 人心有时候远远比兽心要复杂 兽欲之中 附属族群最多的 便是九幽地名蟒族 是三大族群中最为庞大的 当然 换取数量的后果 便是导致如今 九幽地名蟒的血脉 越来越不清纯 天妖黄族对于血脉的管制 就极为严苛 即便是死去的天妖黄 也必须被安葬在天妖黄族的 禁地之中 外人若是得到了天妖黄的尸体 或者其他 那么 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主动交给他们 二嘛 便是面对他们的追杀 沐青伦摊了摊手 说道 说到此处 他意味深长地 看了萧妍一眼 似乎是在提醒着他一般 至于那最为神秘的太古虚龙 倒是没有听说 他们拥有什么附属族群 当然 这应该是他们没兴趣 不然的话 会有不少实力强大的族群 主动凑上去 在提及太古虚龙时 穆青伦的脸颊上 也是夺过淡淡的崇敬之色 与天妖黄族 九幽地明蟒 这等慢慢爬上来的种族不同 太古虚龙自从远古 便是当之无愧的万寿至尊 从远古到如今 他们一直都是魔兽界中 最为顶峰的存在 紫妍张着嘴 将最后一枚丹药 塞进嘴中 嚼了几下 这才心满意足地 拍了拍小肚子 漫不经心地说道 天妖黄族 也没你所说的那般强悍 魔术界中 同样不乏一些异常低调 并且都是由远古流川而下的血脉 这些族群或许数量不多 但实力却是极为不错 即便是天妖黄族 也不敢随意地招惹 一群有着一点远古天皇血脉的后裔而已 如果是他们那些老老祖先还在的话 那还有着说这种话的资格 可惜 真正的远古天皇 这平天地已经没有了 而且 太古虚龙也不是没有附属族群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听得子言此话 沐青鸾嘴巴也是微微张了张 远古天皇 这等传自远古的名诽 他倒是在族中的古籍之中偶尔见过 据说这种天皇在远古时代 那可是能够与太古虚龙这等 魔兽至尊相匹敌的巅峰存在 只是他确实没想到 这种远古隐秘之名 如今竟然会从这个小女孩嘴中说出来 我青鸾族 在兽狱中也算是有着一些名气的族群 若是太古虚龙拥有附属族群的话 这等重要消息 我会不知道 虽然隐隐间知道或许子言所说不假 但沐青鸾依旧是有些不甘心 被一个小女孩这般教训 灯下便是说道 青鸾族 哼 紫妍千细眉头一挑 目光有些古怪的看了沐青鸾一眼 黑黑一笑 确实竟然不再说话 见到紫妍这般模样 沐青鸾有些气急 一旁的消炎见状 连忙的将他给拦了下来 此次的远古一季出现的地点便是受遇的受害山脉 那里算得上是九幽地鸣蟒的领域范围 据传门一季之中有着天阶斗技的存在 想必九幽地鸣蟒族的强者也会来插上一脚 到时候争夺必然会极其的激烈 你们尽量小心一些 取到了魂英国便迅速离开 清吸了一口气 沐青鸾咬牙切齿的 看了一眼满脸不在乎的紫妍一眼 颇有些怒气地说了一声 便是直接盘坐闭幕 显然呢 是被紫妍气得不清 对于这一幕啊 消炎也只能无奈地摊了摊手 然后狠狠地瞪了紫妍一眼 然而后者却是对此直接无视 伸了一个懒腰 便是把一旁的熊战当作靠背 迅速地熟睡了过去 因为沐青鸾与紫妍的不对眼 之后的路程 倒是显得颇为的沉闷 但索性这种沉闷 在持续了大约四天时间左右后 终于是被那出现在 事先尽头的茫茫山脉给打破 那里便是寿玉 一个以魔兽家族为主的奇特地狱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聚收听斗破苍穹 第1235章 第1235章 海谷山脉 兽玉的面积虽说比不上中周 但也不可小觑 那重重叠叠 看不见尽头的山脉 足以让人感觉到这兽玉的另类狂野气息 虽说兽玉是号称十万大山 但这却只是一个粗略数目 真要算起来 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这些山脉 绵延到人力不可及的遥远之处 岁月的流逝 也是在这无情无尽的山脉中留下了数不清的宝藏 只带得有缘人前去将之开启 此次的远古遗迹 出现地点是在兽玉的海谷山脉 那里在兽玉之中名气颇为不弱 因为这座山脉拥有着令人胆战心惊的海谷海洋 无数巨魔兽的尸骨被抛于此处 这些兽骨伴随着岁月的流逝 则是会逐渐地将海谷之中蕴含的一些奇异兽力挥发而出 这种能量对于人类没有什么作用 但对于魔兽来说 却是不错的补品 因此也是导致这海谷山脉 成为了众多魔兽所喜爱的聚集之地 海谷山脉位于兽玉的西南方向 因为担心魂英国会被其他人结族先登 因此硝烟一行人在进入兽玉之后 便是再度马不停蹄地对着海谷山脉赶去 如今的兽玉无疑是因为那远古遗迹的出世而变得骚动起来 在对着海谷山脉一路而去时 硝烟一行人 见到了不少明显目的地也是与他们相同的强者 这些强者有能够化成人形的魔兽 也有着一些从兽玉之外人风赶来的人类强者 显然远古遗迹出世的消息早已经扩散了开去 见到这一幕硝烟眉头倒是忍不住的微微皱起来了 没想到远古遗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 这些单独的强者倒是没什么 他唯一担心的 是一些强大势力也是成群结队而来 那样的话可就真的有些棘手了 据传此次的远古遗迹之中有着天阶斗际的存在 想必那些大势力即便来了 也是应该冲着这东西去的 我们的目标只是婚姻果 到时候若情况不对 取了婚姻果便走 这浑水可不好汤 望着下方飞速向后夺过的山脉 硝烟面上一片沉吟之色 这倒不是说他对天阶斗际没兴趣 说实在的 他即便是到如今 也从未见到过天阶斗际是什么样子的 说不好奇那是假的 但事件轻重他确实明白 如今最主要的是先必须帮助要老 恢复巅峰实力 不然的话 星云阁与魂殿之间的差距 那就太过庞大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魂殿摸清了底 动手的话 星云阁就完了 当然 若是能够在魂姻果到手之后 情况上还未出意料的话 那倒是能够稍稍动下其他的心思 天阶斗际 这等存在于传说中的斗际 恐怕威力不会比硝烟的毁灭火莲弱上多少 在庞大的寿玉那连绵的山脉之上接连赶了两天路之后 那遥远之处却是突然浮现一抹刺眼的森白之色 这缕森白之色出现在这聪裕的山脉之中 显得极为的不协调 然而当硝烟等人见到时 眼中却是跳上了一抹兴奋 经过将近十天的赶路 总算是抵达了目的地 到了这里 周围天际上的飞躲而过来的人流 则是越来越多 时不时便是有着一道身影 犹如狂风一般飞躲而来 然后对着远处的那森白色的山脉夺去 海谷山脉快到了 星云阁有两位长老在此处探查 我们先与他们会合 再商量后续的事如何 望着远处的森白色的山脉 木青鸾的脸色却是变得凝重了许多 即便是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它依旧是能够感应到不少异常强悍的气息 听得木青鸾的话 硝烟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如今这海谷山脉是真正的人蛇混杂 各种势力各种强者都是在此处 若是对情况不了解一头闷冲的话 恐怕只能成为众师之地 见到硝烟点头 木青鸾这才从那戒中取出一枚骨玉 然后将之轻轻捏碎 就在骨玉捏碎之后不久 那远处的山脉中 一道身影迅速夺去 然后对着硝烟等人夺来 片刻后便是出现在了巨鹤之上 望着硝烟一行人 那来者明显是松了一口气 来者是一名身着灰袍的老者 在老者胸口处配戴着一枚星云鸽的长老徽章 只不过此刻的老者似乎看上去略微有些狼狈 宛如刚刚与人交过手一般 胡长老 您这是 骑长老呢 见到老者这般模样 木青鸾一正 玄迹道 闻言 那被称为胡长老的老者却是苦笑一声 玄迹颇有些怒气的道 我与骑长老本来是奉两位阁主之命 先来这海谷山脉探清情报 如今的这海谷山脉 来了不少强悍势力以及强者 大家都是各自在山脉中寻找落脚之地 等待远古一季的彻底开启 我与骑长老运气不错 寻了一处靠远古山脉颇近的山峰 在那里能够第一时间探清遗迹的动静 但我二人带着一些幸运哥弟子 刚遇在那里搭建营地 却是遇见了风雷阁的人 萧炎眉头轻挑 还真是老冤家呀 他们竟敢出手 木青鸾脸颊微沉 眼中也是浮现一马怒火 如今的风雷阁 仗着与天妖皇族关系不错 倒是越来越嚣张了 哎 没办法 风雷阁这次连雷尊者 都是亲自动身而来 我二人还没跟他理论 就直接被撵了下去 齐长老大怒之下 也是被风雷阁强者打伤 如今正在一些弟子的照顾下 不能行动 所以只能我来迎接你们了 胡长老叹了一口气 不过他虽然话这么说 可脸庞上也是琴着 不少不甘之色 显然风雷阁这般霸道的行径 令他相当不愤 木青鸾戴眉紧皱 突然偏过头 望着萧炎轻声道 老师说了 此行出来 一切由你做主 听得木青鸾这话 那胡长老目光也是转向了萧炎 恭敬地拱了拱手 说道 想必这位便是阁主 亲传弟子 萧炎少阁主吧 老夫胡夫 见过少宗主了 胡长老客气了 还是叫我萧炎吧 少阁主这名头 我可担当不起 萧炎笑着摆了摆手 然后瞥了一眼 正紧盯着他的木青鸾 略作沉隐 说道 咱们先去看看齐长老吧 我来带路 胡长老笑着点了眼头 转身在身前引路 萧炎 这是怎么办 风雷阁 可是完全没有给星云阁脸面了 若是我们没有什么作为的话 恐怕就得沦为人笑柄了 望着前方带路的胡长老 木青鸾忍不住在低声道 萧炎微微一笑 并未说什么 但见到他这笑容的木青鸾 倒是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从认识到现在 他似乎便是从未见过 萧炎白白吃过亏的 即便是上一次 被重伤得昏迷了一年 那也是让得一名五星斗尊 付出了一只手臂的代价 众人一路上 跟着胡长老在茫茫山脉之中 一阵穿梭 如今的这片山脉 已是被密密麻麻的人海所占据 整天的喧哗声 令得这片云本宁静的山脉 变得犹如交易市场一般 各种纷杂的嘲扰之声 都是铺垫盖地的涌来 这些人海之中 并不发一些强悍的 连萧炎都是略为有些侧目的气息 看来此次的远古遗迹 是真的吸引来了不少的 真正的强者来到 一行人在山脉中穿梭了好半上 风才在一处偏僻的小山丘上 停了下来 此处的山丘上 有着二十几名幸运哥弟子把守 只不过此处的他们 看上去 似乎显得极为的萎靡与愤怒 显然 这应该便是被风雷阁的人 毫不给面子的 从营地中撵出来所致 胡长老的回来 倒是令得众人精神微微一阵 而当见到 后面的木青鸾一星人来时 世气终于是振奋了一些 不少人的目光都是停在了萧炎身上 对于这位在石塔闭关了一年时间的 阁主亲穿弟子 他们也都是早有耳闻 少阁主大驾光临 未能远迎 还望恕罪 在萧炎一星人落下身来后 一名面色有些苍白的红衣老者 便是在两名幸运阁弟子的搀扶之下 从帐篷中行了出来 对着萧炎拱了拱手 恭敬地说道 声音刚刚落下 这位齐长老便是忍不住地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嘴角隐隐间有着血迹浮现 显然是被伤了内脏 妈的 风雷阁这些王不淡 我星运阁大部队还没来 不然哪有他们嚣张的地方 见到齐长老这副伤势 周围的那些星运阁弟子 心中的怒火又是升腾了起来 萧炎缓步走于齐长老的身旁 将其手臂握住 略微查看了一下后者的伤势 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伤势不清 谁出的手 哎 风雷阁北阁阁主 废天 齐长老叹息道 文言 萧炎一正 旋迹情笑 两三年时间不见 这位北阁阁主废天 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啊 从那界中 取出一枚丹药 递于齐长老 萧炎伸了一个懒腰 说道 风雷阁那里 有几位斗尊 就雷尊者一个人 萧炎微微点头 然后在那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转身 剑壮胡长老一愣 连忙问道 少阁主 您这是 走吧 砸场子去 淡淡传来的声音 令得在场的清云哥弟子 体内的血液 瞬间便是沸腾了起来 豆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据收听 豆破苍穹 第1236章 第1236章 找场子 虽说此行出来 主要的目的是浑因果 若是没有特殊情况 萧炎也并不想节外生枝 但有些事情 即便是想避 也是避不开的 如今的风雷阁 伴随着与天妖皇族的关系 逐渐交好 也是越发嚣张 隐隐有种真当自己当成四格老大的迹象 此次强行抢占 清云阁事先所寻找到的营地 这无疑是真正的扇了清云阁一个耳光 这种事 若是清云阁选择不过问的话 定然会沦为别人的笑柄 开宗立派 偶尔的忍让是需要的 但有一些关乎原则的东西 却是绝不能弱上半分的 否则不仅对于名声打击极大 而且还会令得宗内的弟子 世袭低落 如今的要老 已是星云阁阁主 虽说对于这个莫名其妙 落在头上的少阁主的名头 很是感到无奈 但既然顶上来了 那么自然是要付出一些责任 此行要老与封尊者 将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他 也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与考验 若是面对着魂殿 这种远比星云阁强悍的庞然大物 一时之辱 或许上海只能略微人人 戴德日后再报 但在萧炎心中 封雷阁却是并没有达到 那种让他退避的资格 当年初来中轴 仅仅斗黄势列的他 便是敢与封雷阁挑战 更何况今天 一个区区的雷尊者 实力尚还不及封尊者 三星斗尊左右的实力 莫说萧炎这边 便是有着两位 即便是他亲自出手 这雷尊者也是没资格 能讨到什么好处 萧炎的这番举动 无疑是立刻赢得了在场的 所有星云阁年轻弟子的支持 他们能够成为星云阁的弟子 本身便不是什么庸人 如今却是被封雷阁如此羞辱 按照年轻人年轻气盛的性格 即便是明知道不是对方的对手 怕也是得硬冲上去 让得人家知道 星云阁没什么软和 今日若非是两名长老 严加呵斥 他们早便是与封雷阁动手了 原本以为这口气已经没地方再出 确实没想到 这位在他们心中 尚还有些陌生的少阁主 如今一出面 便是这般火爆 一时间呢 萧炎在这些年轻弟子的心头的地位 瞬间便是直线飙升 有时候拉拢人心 本就是如此简单的事 对于萧炎此举 两位长老也是已冷 迟疑了一下 见到周围那些年轻的星云阁弟子 战红的脸庞 心头那股隐约的邪火 也是在此刻窜了出来 妈的 风铃哥当着这么多强者的面前 伸了星云阁一个巴掌 若是不找回这场子的话 恐怕日后这老脸也是得丢尽了 对于萧炎的实力 他们虽然并不清楚 但萧炎身后的小一心与天火尊者 还有雄战三人 他们确实极为了解 这三位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 一个区区雷尊者 又能算个鸟啊 一切都听少阁主吩咐 两名长老郑重的一抱拳 然后一挥手 便是率先夺飞而去 其后大批的星云阁弟子 紧随而上 那杀气腾腾的模样 倒是引来了不少诧异的目光 在靠近海谷山脉中心的位置 有着不少山峰处里 由于这里与远古遗迹 开启之地坡近 因此这些比较好的地方 大多都是已经被一些拥有着不弱实力的大势力给占据了去 一些独心侠以及小势力的强者 则只能寻找其他地方 如今的海谷山脉之内 几乎处处都是人影 喧哗的吵闹 贺骂之声不绝于耳 由于人多 有无人管制的缘故 也是导致现在的海谷山脉一片混乱 为了一些小事 呼朋唤友 大打出手的事情 几乎是屡见不鲜 在靠近中心的那些山峰中 有着一座 此刻早已经被众多人影所占据 在那山峰之顶 一面大旗迎风舞动 风雷阁三个荧光神神的大字 远远看去 倒也是显得分外的霸气 在山峰的山顶上 一片雪白的帐篷连绵而立 帐篷之内 隐隐有着悠长的气息传出 显然都是一些实力不弱的强者 看着模样 为了此次的远古遗迹 风雷阁倒是动用了不小的手笔 在那众多帐篷的中心处 有着一处显得格外大气的巨型帐篷 在帐篷之外 有着不少风雷阁强者 面色冷立的警惕而立 在那帐篷之中 偶尔有着笑谈之声传出 刷的一声 帐篷的帐篮 突然被掀开 一道略瞻酒气的 银袍人影大步而出 周围的护卫健壮 连忙功声行礼 北阁主 银袍人影淡淡地应了一声 那般容貌 赫然便是当年追杀硝烟的 那位风雷阁北阁阁主 废天 这两三年时间 他倒是没什么变化 只不过气息 确实越发的浑厚 隐隐间 有种半只脚 踏入那个层次的奇异感觉 阁主在这里接待贵客 不要让人惊扰到 你们多加注意一些 废天吹了吹冷风 然后瞥了一眼 四周的风雷阁强者 沉声道 是 文言众人连忙硬道 见状 废天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刚欲转身回迎 眉头突然移皱 目光望向通往山峰之下的 那条山路 隐隐间 似乎有着一些吵闹之声 从那里传来 怎么回事 废天眉头轻皱 问道 这 被阁主误恼 属下去瞧瞧 一名实力达到了 窦黄级别的强者 连忙硬道 身性移动 便是对着山峰之下 急躲而去 这名风雷阁强者 刚刚冲下山顶 山还不带 那废天回过神来 一道低沉的门声 便是突然响起 旋即一道人影 带着一道惨叫声 从山路之上 倒是而回 沿途将十几个帐篷 都是震得崩塌了下去 谁敢来我风雷阁之地捣乱 找死不成 见到这一幕 瞬间便是令得山顶上的 众多风雷阁强者 脸色巨变 废天的面色 也是缓缓地 阴沉了下来 抓起来 死活不论 听得废天 那蕴含着怒火的喝声 那众多的风雷阁强者 也是齐声怒喝 旋即人影闪动 带起阵阵的破风之声 满脸凶悍地 丢着山顶之下夺去 见到如此之多的 风雷阁强者 齐齐出手 废天脚步 也是缓缓踏出一步 带得抓住那捣乱之人 他定要 好好地将之收拾一番 然而那废天脚步 刚刚踏出一步 一阵低沉的肉体碰撞之声 突然响起 旋即那刚刚如狼似乎 冲下山顶的一群 风雷阁强者 顿时再度 倒是而回 在雪雾喷土间 重重地落在山顶 上哀嚎声不断 这一幕 直接是令得 废天踏出的脚步 凝固了下来 其阴沉的面色 涌上了一抹凝重 能够以这种速度 将这么多风雷阁强者 全部收拾掉 看来那来者 可不是什么弱手啊 不知道是何方朋友出手 这里是风雷阁的营地 还望看在风雷阁的面上 废天目光 凝固在那山路处 沉声道 呵呵 废天阁主 几年时间不见 你倒还是喜欢 这般的将风雷阁 挂在嘴边呢 废天的声音 尚还未完全说完 一道笑声 便是自山顶之下 徐徐传来 旋即大批的山影 缓缓出现在了 废天视野中 而领头的一位青年 更是直接令得 废天眼瞳突然一缩 修炎 见到那张记忆异常深刻的脸庞 废天的面色 几乎瞬间涌上了阴寒之色 当年 消炎令他丢尽了颜面 即便是如今 依旧会偶尔被人当作笑料提及 这也是让得 废天心头对于 消炎的杀意 越发浓郁 没想到 今天竟然会在这里 再次遇见 我说是谁 原来是刚被 拧走的星云阁的人 废天怒光 瞥了一眼 一旁的胡长老 与齐长老 脸庞上 夺过一抹讥讽笑容 说道 文言 两名长老脸色 瞬间铁青 眼中怒火汹涌 若非他二人 并非是废天对手的话 恐怕现在便是忍不住的动手了 怎么 拉了一点帮手 准备来找场子了 见状 废天确实一笑 笑容中 讥讽更甚 虽说他略微有些看不透 小一仙等人 但却并未将他们认为便是 斗尊强者 一来是后者太年轻 二来便是打心底认为 以硝烟的本事 可还没有那资格 与斗尊强者结交 废天 由事速速解决 不要干扰到 歌主的雅兴 两道身影 突然自那中间的帐篷之中夺出 玄机 落在废天身旁 沉声道 嗯 其他人交给你们吧 硝烟 留给我 我会让他这个小子 把当年的债 好生还上一还的 废天面露 猙獰之色 低沉地说道 话音一落 废天还不带二人回话 他脚掌之上 阴芒便是一阵闪烁 竟然便是这般 凭空消失了去 在废天身形消失的那一煞 硝烟平静的脸庞上 却是掀起一抹细微糊涂 脚步轻轻地踏出半步 手掌对着面前空间 轻轻一握 随着这一掌的卧下 硝烟面前空间 顿时闪电般地凹陷而下 而一道身影 也是出现在了凹陷的空间之中 细细看去 赫然便是刚刚消失在废天 只不过此刻 他的脸庞上 却是被一片惊骇与惊恐之色所取代 一掌崩塌空间 这种能力 那可只有斗尊强者 方才能够办到的呀 雷尊者 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 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 随手一掌 置住废天 硝烟确实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目光直接望向那帐篷 微微一笑 屈指一弹凹陷空间之内的翡天 胸膛直接地生生陷下了半寸 一口阴红的鲜血喷射而出 而其身形也是如同炮弹一般 倒废而出 然后在另外两名风雷阁阁主 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狠狠地砸进了那宽敞的帐风之内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那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37章 第1237章 滚下去 废天如同炮弹一般 狠狠地射进帐篷之内 强猛的力道在这一刻爆发开来 只听得扑拉一声 那帐篷居然爆裂成 无数的碎片 满天飞舞 玄机徐徐飘落 梦着硝烟居然下手 竟然如此之狠辣 周围的哪些风雷阁强者 也是愣了下来 一时间居然是无人 敢出言呵斥 小辈 你好胆 正风暴裂 似乎其中的人 也实现没硝烟这一手 正了招 片刻后 终于是回过神来 一道充斥着 杀意的暴怒吼声 在这片天际咆哮而起 如今的海谷山脉 早已经是被人山人海所充斥 到处都是人影 而先前硝烟一行人 杀气腾腾而来时 不少人便是知道 将会有好戏看了 因此如今 这咆哮声音响起 这片天空 顿时响起 一连片的破空身影 一眨眼间 山峰周围的天空上 便是出现了一道道人影 这些人影 目光一瞥山峰上 再见到那被强行 震裂而开的帐篷 一时间众人眼中 都是涌上了一抹诧异 风雷阁在中周上 也是能够 算作不弱的势力 不然也没资格在这里 占据一座山峰座位营地 没想到如今 居然有人 敢这般大张旗鼓的出手 怎能不让得他们 感到惊讶与好奇呢 对于周围那些 突然出现的围观者 萧炎倒是并未理会 目光望向帐篷暴力之处 那里 那老早便是有过 一面之缘的雷尊者 正面色阴沉而立 此刻 在他的手中 正抓着废天的衣袍 在雷尊者的一旁 还有着两名 身着兽袍的老者 不过此刻的这两人 倒是并未开口 而选择冷眼旁观 雷尊者手中的废天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黯淡的双眼之中 依旧泛着难以置信之色 先前萧炎 所显露而出来的实力 绝对地达到了 斗尊层次 然而 即便是亲眼所见 可他 还是无法相信 这个当年被他追杀的 没有 掉头鼠窜的小辈 如今 却是先他一步 达到了 斗尊的层次 萧炎 你当真是好胆识啊 当年本尊 看在封尊者的面子上 饶你一命 今天 你竟然还敢自己 送上门来 封尊者阴沉着脸色 缓缓地将尸臣 如雷无匹的杀意 这些年 封雷阁霸道惯了 如今却是被一个小辈 在这种场合 欺负上门来了 若是今天此事 就此罢休的话 那还就真把 脸面给丢光了 不过 虽然嘴上这般说 但此刻 雷尊者心头的震动 丝毫不比 费天弱上多少 当年 萧炎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 一个刚刚进入 斗宗不久的小辈而已 那时候的后者 在他心中 地位不会比 蝼蚁高上多少 然而 如今这才短短 两三年时间而已 当年的小辈 居然便是突飞猛进道乐 达到了 斗尊的层次 同为斗尊强者 雷尊者自然是明白 这一步 是何等的难以跨越 别看如今的 废天 已经是 斗尊巅峰 但若是机缘不够的话 一辈子停留在这一步 都是并未有 什么稀罕的事情 而也正是因为 踏出这一步 极其困难 所以他在第一眼 见到如今的 萧炎的时候 心头方才会 那般的震动 哼 雷尊者说笑了 当年只是 封雷格弟子 既不如人而已 与你的大度 倒是没什么关系 萧炎青笑道 当年的雷尊者 在他的眼中 是无法匹敌的 斗尊强者 但如今 这个曾经 高不可攀的层次 在他心中 已经没有了半点的 强大与神秘 雷尊者 脸庞抖了抖 眼中的怒火 也是越发浓郁 森然道 几年不见 你倒是 还是那般的 哑见嘴吏 本尊奉劝 你早早离开 看在 封尊者的面子上 此事 本尊可以 不与你的 小辈计较 哼 雷尊者又说笑了 你封雷阁 在这么多人面前 刺激地 对我星云阁的人 出手 难道也是因为 封尊者的面子 萧炎笑道 那般嘲讽的话语 也是令得 山峰周围 响起了一些 窃笑声 雷尊者的拳头 缓缓紧握 目光紧紧地 盯着萧炎 怒急反笑道 呵呵呵 好 好 看来今天 你是有备而来的 那本尊倒是 要好生看看 以你这刚刚 进入斗尊的层次 今天能怎么样 哼 不能怎样 取回星云阁的 营地而已 萧炎微微一笑 缓步轻踏而出 紫褐色的火焰 缓缓营绕而出 火焰升腾间 这片天地的温度 迅速升高 那就看你有没有 这等资格了 雷尊者怒笑道 璀璨的银色雷弓 在其身体之上闪烁 无数电蛇舞动 远远看去 犹如雷神降临一般 声势害人 见到这迅速间 便是变得 剑拔弩张的二人 身风周遭 那众多围观者的双眼 也是变得火热起来 斗尊级维的战斗 那可是相当的精彩 这消炎倒是好生 嚣张啊 居然敢跟雷尊者对抗 看来是来找场子的 先前风雷阁将星云阁的人 强行赶走 并且还出手伤着人 我料想星云阁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这场子可不好找啊 这里不仅有雷尊者亲自坐镇 而且你看见那雷尊者身旁的两名老者没有 那是大地虎族与银月狼族的族长 他们是天妖皇族的附庸族群 以风雷阁和天妖皇族的关系 你认为他二人会袖手旁观吗 三明石里达到了二星巅峰级别的斗尊强者 这场子可是铁桶造的 不过这硝烟的名字倒是有些熟悉啊 妈的怎么能不熟悉 这不就是取得那丹塔丹会冠军的那位年轻的炼药宗师吗 没想到他失踪了一年多时间 竟然会在这里再次出现 对于周围那些突然间变得热泻起来的目光 硝烟倒是由若未闻 紫褐色的火焰在身体之上生腾 当年看来是无可匹敌的斗尊威压 如今却是对他造成半点的威慑 这位小友 今天的事情皆是误会而已 幸运阁的两位朋友 只是废天阁主太过暴躁 出手误伤而已 而且如今废天阁主已伤在你手中 此事也差不多能够两相抵消了 所以还麻烦小友能看在我大地虎族 以及阎阅狼族的份子上 救死罢手 怎么样 在那气氛越发紧张的时候 一旁那位一直都是卫三开口 身着虎纹衣袍的老者 终于是笑呵呵地说道 听得此老开口 雷尊者身体之上的雷公也是略微收敛 缓缓地说道 既然地虎族长开口 那本尊自然是要给面子 此事 既然这位老先生这样说了 那雷尊者请吧 硝烟微微一笑 手掌清晖 身后的星云哥弟子 立刻让出了一条通往山脚的道路 见到这一幕 雷尊者脸庞立刻再度阴沉 那名虎泡老者脸庞上的笑容也是一鸣 说道 这位小友 真的是要将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风雷阁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回我星云哥的名声 这位老先生 你是想让我硝烟脸上 带着这一巴掌回星云哥不成 硝烟脸庞上的微笑须须收敛 漆黑眸中胸功猛然闪烁 面对着突然间气势变得咄咄逼人的硝烟 雷尊者与那两名身着瘦袍的老者 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寻寂眼中寒意涌动 好家伙 面对三名斗尊居然还有这等气魄 不愧是单会冠军 硝烟猛然间一反常态的微笑和气 也是令得周围的人群已惊 寻寂有着滴滴的喝彩声响起 我不管你在人类世界有多么了不起 但这里是寻寻 不是你们能够撒野的地方 虎泡老者面色冰冷说道 离开这里此事可以作罢 否则今天即便是封尊者在此处 也要让你这个小辈明白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另外一名一头银发 面色很利的老者 也是森然开口 而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两股浩瀚的气息 也是猛然自两人体内抱拥而出 玄机如同风暴一般 喜悦而开 令得周围的强者的脸色 微变得急忙倒退 三名斗尊强者 横立山峰之顶 那股恐怖的围压 如同泰山一般 对着硝烟一星人压迫而去 面对着这等恐怖的围压 硝烟也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玄机在那众目睽睽之下 再度踏出两步 手指依旧是指着山脚的地方 低沉的声音如同闷雷般 在在场的每一个人耳边响彻而起 我最后说一次 从这里滚下去 或者躺着下去 硝烟冰冷之声缓缓落下 在其身后 三股隐藏的恐怖气息 也是在此刻毫无保留地抱拥而出 这三股气息的出现 几乎是瞬间 便是强行震散 那迎面而来的能量威压 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气息 突然反扑 雷尊者三人的面色 顿时一变 脚步瞪瞪的连退两步 四名斗尊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纳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聚集收听 斗破苍穹 第1238章 第1238章 空间封印 四股浩瀚瀚礴的气息 如同巨龙一般缠绕在一起 那一瞬所形成的强烈威压 不仅直接是将雷尊者三人 震得连退两步 周周的那些风雷阁强者 更是面色煞白 连呼吸都是变得有些粗重了起来 眼中也是布满着惊骇之色 突然爆起的浩瀚气息 同样是引起四周的一片哗然之声 众人目瞪口呆的望着 那站于瀟炎身后的小一仙三人 到得此时 他们方才发现 这一直都是未曾开口 异常低调的 站于瀟炎身后的三个人 居然也是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 如此的话 再加上瀟炎本身 那星云阁这边 便是足足出现了四名斗尊强者 这等阵容已是远非风雷阁可比 脚步在退后了两步后 雷尊者身体便是瞬间倾向 目光泛着震惊之色的 望着瀟炎身后的三人 除开那位陌生的壮汉之外 他发现 那位漂亮的年轻女孩 以及一旁的老者 居然都是达到了 三星巅峰斗尊层次 这等实力 丝毫不会比他弱上丝毫 怎么可能 幸运阁何时具备了 如此之多的斗尊强者 雷尊者的心头 有如泛起了惊涛骇浪一般 虽说能够成为中州有名的势力 大多都是有着一些隐藏的底蕴 他封雷阁也是传承了 有一些岁月了 历经数百年 算起来 比星云阁的历史 还是要悠久许多 但一次性出现 三位斗尊级别的强者 这等底蕴 可是丰厚的 有些过头了 雷尊者身旁的那两名兽袍老者 面色也是在此刻微微变了变 终于是有些感到棘手了起来 四名斗尊 这就算是将他们两个种族的巅峰强者加起来 怕都是不够这个数啊 在这般浩瀚气息压迫下 山顶上一时间气氛变得压抑了许多 先前尚还得意的风雷阁弟子 此刻却使彼此面面相去 不敢有丝毫的异动 这位朋友 那位身着虎袍的老者 张了张嘴 还想说点什么 但在见到硝烟那张冰冷的脸庞后 只能实相地住了嘴 偏偷望着一旁 面色越发阴沉的雷尊者 如今的场面 明显风雷阁是微 若是自己离开倒还好点 万一待会儿动起手来 被强行丢出去 那面子就丢得更大了 雷尊者的面色阴沉如水 目光死死地盯着硝烟 片刻后终于是咬牙切齿地道 好小子 早知如今当年就该出手将你斩杀掉 硝烟微微一笑 却是并未理会他这种远隔了好几年的马后炮 硝烟那副笑容 看在雷尊者的眼中 心头却是爆发出无穷的怒火 但如今的局势 他已经是明白了 凭借着硝烟一星人的实力 足以将他们强行扔下山峰 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 天摇皇族的强者还未赶来 等到时候 自有让这小王不但哭的时候 强行憋住心头的怒火 雷尊者一挥手 便是面目阴沉地 对着那通往山脚的山路行去 旗号的众多风雷阁弟子 也是唯有垂头丧气地收拾好行账 犹如丧家之犬一般地跟了上去 硝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今天的场子 本尊迟早要找回来的 在途经硝烟身旁时 雷尊者脚步一顿 森然地说道 哼 随时恭候 硝烟笑了笑 回道 健壮雷尊者 面皮一抽 猛地拂袖 带着一行人 转身离去 望着那一群狼狈 撤退的风雷阁弟子 星云阁的弟子 顿时爆发出 一阵欢呼之声 那看向 硝烟的目光中 更是多出了些许 崇敬与敬畏 在他们被人 践踏尊严时 是后者 带领着他们 扬眉吐气 这一刻 这些星云阁弟子 方才首次感觉到 若是有这么一位 少阁主的话 日后星云阁 或许会越发强大 一直都是紧绷着 心情的木青鸾 也是悄然地 松了一口气 偷偷瞥了一眼 一旁的硝烟 这个家伙 即便是面对着 雷尊者 这等中州上 有名的强者 如今都是丝毫不惧 这一点 倒是与几年之前 截然不同啊 大家先把帐篷安好吧 硝烟笑着吩咐道 是 如今硝烟的吩咐 无疑是在星云阁弟子的心中 占据了不小的分量 因此一听到他开口 所有星云阁的弟子 立刻齐声应当 玄机分散开去 再度在此刻 设立营长 望着山顶上 这场营地争夺 终于是结束 周围天空上的那些人影 方才有些意犹未尽的摇了摇头 然后散了开去 他们最期待的大战并未爆发 这倒是有些遗憾 小妍 今日虽然将封雷阁的人进退 但他们 必然不会甘愿打碎牙 往肚里咽 所以得多加小心 沐青鸾轻声提醒到 萧妍微微点头 说道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 魂蝇果 不管怎么样 东西必须到手 若这风雷阁真是要插手的话 那也怪不得我们心狠了 望着那张年轻脸庞上 闪烁得细微冷意 沐青鸾也是缓缓点头 说道 我倒并非是担心风雷阁 如今 这里毕竟是兽谕 风雷阁与天妖皇族交好 若是到时候他们出手的话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即便今天没这事 若是天妖皇族 看我们不顺眼的话 还是会出手的 萧妍随意一笑 缓步行至山顶的边缘 眼睛微眯地望向山脉中心处 那个风向便是此次远古遗迹出事的地方 萧妍微微点头 他能够感觉到那里的空间有些扭曲的弧度 显然那远古遗迹应该被他的主人设置了极强的屏障 这远古遗迹之内危险重重 有着不少实力极度强悍的远古尸僵守护 再加上一些稀奇古怪的机关 即便是斗尊强者都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萧妍的身后 那名胡长老公声道 远古遗迹藏于空间封印之内 每隔一段时间空间波动会出现一些裂缝 而这些时间中便有着不少实力强悍的人闯进去 但最后大多都是狼狈地逃出来 哦 萧妍眉头一挑 看来这远古遗迹 即便是历经了这般岁月 依旧是不可小觑啊 不过这之前倒是没有斗尊强者进入 这片空间封印有着限制的功效 斗尊强者若是相信进入的话 便是会引动极为强烈的封印反击 一名斗圣强者所设置的封印 即便经历了无数岁月 寻常斗尊依然不敢以身试探 斗尊不能进入 文言消炎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那岂不是说他无法进入了吗 少阁主不用担心 这里的封印已经颇为稀薄 顶多再有几天时间 封印便是会彻底消散 而那个时候没有了封印的防御 斗尊强者也能够安然进入 现在的这远古遗迹的周围 可是有着不少斗尊强者 在等待那一刻呢 胡长老俯着胡须笑道 听得此话 硝烟方才松了一口气 目光在周围 绿印聪裕的群身上扫过 凭借着敏锐的灵魂感知 他的确是感觉到了一些 极其隐晦的浩瀚气息 一时间眼中也是不由得 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不愧是远古遗迹 竟然能够吸引来 如此之多的斗尊强者 看来此次遗迹的争夺 又是少不了一番血战了 有发现魂殿的人吗 萧炎心头突然一动 问道 文言胡长老皱了皱眉 沉眼道 这倒是没见过 不过那些家伙素来诡异莫测 即便是来了 我二人恐怕都是发现不了 但据老夫猜测 此次的远古遗迹 风声传得不小 魂殿应该也会来插山一脚 不过就是不知道 来了多少强者 萧炎微微点头 眼中却是有着寒芒闪动 在这海谷山脉 该担心的 可不只是魂殿 作为地头蛇的九幽地名蟒族 才是最为麻烦的 这些家伙不仅人多势众 而且强者众多 即便是天妖皇族 也不愿与他们交手 不过 我倒是有些奇怪 这里已能够算作 九幽地名蟒族的地盘 以他们的性子 竟然没有选择封闭闪脉 反而让他这消息 传了出去 墨青鸾有些疑惑地低声道 九幽地名蟒 萧炎难难自语 也是微微点头 能够成为魔兽界三大族群之一 这九幽地名蟒 必然不会是寻常势力 如今的九幽地名蟒族 是自顾不暇 哪还有什么精力 来管这远古遗迹 文言 胡长老却是摇了头 笑道 自顾不暇 发生什么事 墨青鸾诧异地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但据打听而来的一些情报所说 最近九幽地名蟒族的一些强者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这些失踪的强者中 还包括了一名九幽地名蟒族的斗尊强者 现在的他们正在疯狂地寻找凶手 嘿嘿 最令人不可置信的 似乎那对九幽地名蟒族下手的 只有一个人 胡长老俯着胡须叹道 听得此话 消炎与墨青鸾面色也是一惊 什么人如此凶悍 居然敢对九幽地名蟒族动手 窦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窦破苍穹 第1239章 第1239章 黑影人 望着萧炎与墨青鸾那吃惊的神色 胡长老也是一笑 说道 这是最近导师在此处传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都很好奇呀 那凶手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敢在授欲 对九幽地名蟒 这等地头蛇出手 这可真是太遂头上动土啊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能够成为魔兽界中的三大家族之一 足以说明九幽地名蟒族的实力 再加上这里是属于他们的地盘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在这里 即便是中州上颇有名望的大势力 都是给九幽地名蟒族一点面子 除非真是脑袋发热了 不然谁也不会轻易地得罪他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他听到竟然有人在海谷山脉 找九幽地名蟒族的麻烦时 方才会感到这般诧异 或许是一些之前的仇家吧 木青鸾迟疑了一下 说道 谁知道呢 若是仇家的话 那么必然会对九幽地名蟒族赶尽杀绝 但从这段时间传出的风声来看 那家伙的下手对象 全都是九幽地名蟒族 实力颇强的强者 一些实力弱的 即便是遇见了那神秘凶手 后者并未取其性命 胡长老苦笑道 对于这神秘凶手的怪异手段 他也是迷惑得很呢 文言 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皱了皱 这人到底确是挺古怪的 常言说得好 软柿子好捏 可此人却是反其道而行 专找棘手的人动手 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那些遇见那位神秘凶手的九幽地名蟒族强者 无一例外的都是失踪了去 连尸体都是找不倒 这才是让得九幽地名蟒族 有些惊惶的地方 一个族群最为重要的便是血脉 谁也不知道 那神秘凶手 要这么多九幽地名蟒族的强者 是不是在筹备着什么 胡长老说道 算了 这事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几天便安生地待在山顶上 随时注意远古遗迹的动向 另外吩咐下去 不要让大家到处走动 现在的海谷山脉很混乱 弄出点事情来的话 又是很麻烦 萧妍沉言了片刻 并未有什么结果后 只得摇头将思绪 从此事上转移开去 开口说道 文言胡长老连忙功声应道 接下来便让我们等待 这远古遗迹的开启吧 萧妍的目光越过重重山峰 望向山脉中心 那被略微扭曲的空间 低声南南倒 在将风雷阁等人撵走之后 萧妍等人便是在这座山峰之上 再度安置了营帐 而接下来的这些天 星云阁的弟子 也听从了萧妍的吩咐 没一个人离开山峰 平日里都是各自切磋修炼 反正山顶面积不小 足够他们的活动了 而在这般安静的等待中 萧妍等人也是能够发现 往这远古山脉 汇聚而来的强者 也是越来越多 道德后来 即便是深夜 这片山脉依旧是人生鼎沸 喧闹嘈杂之声 直冲云霄 等待之中三天时间眨眼变过 这三天那呀 那被撵得狼狈离开的风雷阁 倒是在未来寻找过麻烦 虽然萧妍等人也明白 那雷尊者定然不会轻易地 咽下这口气 但至少他也自认为 没有打败四名斗尊强者实力之前 是不会再愚蠢地前来自取麻烦的 三天的时间 众人一直在山顶上渡过 没有打扰别人 也未曾受到过别人的打扰 悠闲的等待 与山脉中的那处处 可见的火爆动装的环境相比 无疑是要好上了太多 而伴随着三天时间的流逝 山脉中心那片扭曲的空间 也是越来越薄 显然那存在了无数岁月的空间封印 即将消失 封印的变弹 也是令得整个山脉之中的气氛 变得异常火爆了起来 在那远古一季的诱惑之下 似乎每个人都是变得暴躁了许多 稍稍有一点摩擦 便是会在轻盖之间 升级为拼命之战 按照封印变弹的速度 顶多再有两天时间 这片封印 便是会散于无形 而到时候 那存在了无数岁月的远古遗迹 也是将再度的重现人间 夜清冷如水 冰凉的月光从天际倾洒而下 照耀在这片灯火通明的山脉中 为整片山脉 披上一层神秘的沙衣 硝烟盘坐于山顶边缘的一处巨石之上 在这里刚好能够俯瞰 整个小半个山脉 在那山脉之下 一夕能够看见不少人影 与火光闪动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上的明月 硝烟的精神略为有些恍惚 一张清雅美丽的窈窕身影 在面前若言若现 宛如月中的嫡仙一般 虚儿等着我 等将老师的虚体问题解决了 我便动身前往古族 硝烟的拳头缓缓紧握 眼中夺过一抹坚毅 不管这个古族究竟有多神秘与强大 也绝对阻拦不了他与虚儿在一起 如今的硝烟已经能够真正的成为 斗骑大陆的一流强者 同辈之中难寻对手 这等势力与成就 他自信 即便是面对拥有着斗地血脉的 古族年轻俊杰 也定然会不枉多让 硝烟轻轻的吐了一口气 脑海之中的那道欠咬 突然毫无预绕的一阵波动 旋即一张妖眼并且冰冷的美丽容颜 突然闪现 彩琳 脑海中闪过这张美艳动人的脸颊 硝烟的脸庞上却是浮现一抹 复杂苦笑 低声喃喃道 不知道那肚子中的孩子可曾出事 一想到此处 硝烟内心深处一根紧绷的弦 似乎被触碰了一下 没想到如今的他 也是以快为人妇了 不知道若是父亲能够得知的话 是否会洗上眉梢 在硝烟的精神突然恍惚间 一道细微的颇风声 突然在夜空之中响起 这声音虽然细微 但却依旧是被感知力极为敏锐的硝烟所觉察 当下猛的一转头 便是见到一道黑影 如同黑夜之中的老鹰般自夜空扑下 双掌一合 一出帐篷便是扑拉一声爆裂而开 帐篷爆裂顿时露出其中熟睡的紫盐 不过后者的感知也不弱 就在帐篷爆裂而开时便是望得睁开双眼 望着扑来的黑影人也是以惊 赤着小脚迅速爆退 何妨人物 硝烟也是已经 玄机眼中涌上一抹怒涩 手掌一拍身下的玉石 身形如同大鹏一般的闪躲而出 对着那黑影人扑躲而去 随着扑进硝烟这才发现 那黑影人的身材虽显娇小 隐约间可见的凹凸衣衫显示出他的底细 在其脸颊处戴着一张有些猙獰的鬼神面具 令得他看上去显得分外的诡异 对于硝烟的赫生 那黑影倒是犹若未闻 那神鬼面具之下 突然爆发出一股奇异的绿芒 这股绿芒一闪间便是照射在了退后的紫盐脸颊上 这光芒一照过来 紫盐便是感觉到视线模糊 连神志都是有些恍惚了起来 在神志出现恍惚间 紫盐的脸颊突然紫气涌动 一条半尺长的紫龙浮现而出 旋即盘旋而起 阳天怒吼 龙吟之声浩荡而起 那紫盲顿时崩溃 怎么不是蛇 乔得紫盐脸颊上的紫龙 那鬼神面具的黑影顿时已冷 旋即一道细微的错声音响起 在黑影一愣间 四周的三个帐篷顿时爆裂而开 小一仙 天火尊者 雄战 闪现而出 一眼便是见到 那正在对紫盐出手的黑影人 当下脸色便是微变 看住紫盐 硝烟沉声喝道 身形一动 便是又出现在了 那黑影人的身前 手掌一握 紫褐色的火焰凝聚出一只大手 狠狠地对着后者脑袋 怒拍而下 面对着硝烟的凶猛攻势 那黑影人急忙退避 神鬼面具下的诡异绿芒闪动 轻易地将火焰大手接下 玄机身形一动 便是对着山峰之外迅速夺取 显然他也知道 继续留下去的话 也没有什么作用 想走 见状 硝烟的面色确实已沉 此人太过诡异 而且他的目标明显便是紫盐 若是不抓住他拷问一番的话 日后定然少不了麻烦 心中夺过这道念头 硝烟的脚壤之上 银芒一闪 便是对着那黑影人迅速追去 神形一动便出现在了后者头顶 火焰弥漫的拳头再度狠狠砸下 感受到头顶抱多而来的凶悍近风 那黑影人神鬼面具下 绿芒再次闪动 旋即一道壮硕的黑影 突然诡异地在其身后出现 漆黑的水也弥漫其拳头 旋即一拳狠狠轰出 与硝烟那火焰之拳撞击在了一起 两拳形状恐怖进风扩散而出 硝烟的身形一颤脚步退后几步 而那壮瘦人影也是连退了两步 身形一颤再度诡异地消失 带得硝烟回过神来时 那道黑影人 却是已经躲进了茫茫的深山之中 借助着夜色的掩护 一眨眼便是消失的不见了踪迹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由听中国出品 那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去收听斗破苍穹 第1240章 第1240章 一记开启 硝烟寻浮野空 目光望着黑影消失的地方 眉头紧皱 此人并未直接与他交手 所以他也探测不出对方的实力 但那诡异的绿蒙 却是令得他有种危险的感觉 不知道此人是何方来路 为何会对紫言出手 硝烟低声自语 如今被这远古一记 吸引而来的强者越来越多 这之中不知道 有多少藏龙卧虎的高手 看来此行要多加小勋才是 在硝烟缠言间 突然间夜空中 又是有着几道破风声响起 旋即几道身仰迅速破空夺来 在途经此处时 身形顿了顿 凌厉的目光在硝烟身上扫过 这里有那人留下的气息 需要将这人带回去审查吗 硝烟的目光 也是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出现的四人 四人气息皆是极为不弱 其中有三人达到了 斗宗巅峰的层次 那领头的一个人 实力更是以踏足斗尊层次 略显阴寒的气息 营绕在其周身 令得人不敢小觑 久悠地鸣蟒足的人 扫动的目光 突然顿在这些人 那特殊的树桶上 营颜眼睛微眯 在心中自语道 那味道往山林中窜去了 想来是与此人交了手 领头的一名灰炮老者 失疑地看了营颜一眼 他能够觉察到 后者也是一名斗尊强者 这种时候 还是不要结拜生枝的好 因此摇了摇头 目光直接转向 先前黑影消失的山林 守一辉说道 追 花音一落 他便是率先而动 身形化为一道黑影 对着山林之内 饱夺而去 其后 三名浑身杀意弥漫的大汉 迅速跟上 哼 久悠地鸣蟒足的人 倒也霸道 萧颜目送着这群人的离开 心头一声冷笑 若是今天自己实力弱一些的话 恐怕这群家伙也真是会选择出手 先将他给带回去再说 看来先前那黑影人 应该便是最近将九月地鸣蟒足 搞得鸡犬不宁的神秘人了 不过不知道他为何会对子言出手 心中抱着这等疑惑 萧颜沉言了一会儿 也是转身回到山顶 此刻的山顶 因为先前的变故 所有人都是被惊醒了起来 而见到萧颜回来 小一仙等人也是连忙迎了上去 萧颜落下地来 将先前事情说了一番 而在听得那出手人 竟然便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神秘凶手后 众人皆是一脸的惊恶 那家伙不是专对九幽地鸣蟒足出手的吗 怎么会突然将主意打到子言身上 萧颜先戴眉微皱 轻声问道 萧颜也是摇了摇头 看了眼子言 笑道 或许是别人将这小丫头 当成九幽地鸣蟒了吧 呸 谁会是那些臭大蛇 子言撇了撇小嘴 玄机柔柔柔眉心 小脸上也是划过一抹凝重 说道 先前那家伙的绿芒照来时 我感觉自己差点被控制 不过索性有着血脉护体 不然的话 即便不会被他彻底控制 也会在短时间内失去防御的能力 听得此话 萧颜等人明显已惊 先前子言不过与那黑影人 经历了一个照面而已 竟然便差点被控制了去 这人好生诡异 竟然能够控制人的神志 这种族大陆何时又出现了这等诡异的强者 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 天火尊者也是皱着眉头说道 妈的 下次让老子看见他 非打包他的脑袋不可 这小姑奶奶出了点事 老子可是要遭殃的 熊战骂骂咧咧的说道 萧颜面露沉淫之色 与小一仙对视了一眼 轻声道 这段时间子言不要乱跑 就跟在我们身旁 此人太过诡异 而且来历不明 万不能被他逮住机会 我猜测 那些失踪的九游地名蟒族的强者 恐怕已经被他控制了 此话已出 众人皆是大惊失色 那些失踪的九游地名蟒族强者中 可是有着斗尊级别的强者存在的 若是那人连斗尊都是能够控制 那也未免太可怕了 亲秦本来能拦住他 可在关键时刻 突然有着一名斗尊强者出手拦住了我 那斗尊强者细袭偏向阴寒 与刚才见到的九游地名蟒族的强者 有些相似 所以 萧妍沉言道 这等控制人的本领 倒是从来未曾听闻 即便是一些能够迷惑先制的音波斗计 也很难将一名斗尊强者彻底控制 小一仙摇了头 说道 萧妍也是点了点头 这大前世界果然无奇不有 九游地名蟒族招惹上这等诡异之人 想必也不会好受 这几天都多加小心一些 后天便是远古一季开启之时 到时候 我们的第一舌尖进入其中 不然 魂鹰果被人结足仙灯的话 那便是麻烦了 萧妍目光环视了一圈 沉声道 文言 众人皆是 其一声应和 经历了那一夜的惊乱 后面倒是并未再出现什么变故 海谷沙脉的人海 依旧是已成倍的翻掌 萧华生也同样是直冲云霄 无数人都是在等待着 等待着那远古一季的开启 而在这等万众瞩目的期待下 两天时间 则是如同指尖沙一般悄然流逝 两天之后 带得天际上的一缕尘灰倾泻而下 划破笼罩山脉的黑暗时 刚刚稍有些沉寂的山脉 几乎是瞬间便是爆发出惊天火力 扑天盖地的破风声响彻不断 一道道人影 如同蝗虫一般 对着山脉中心的位置 暴躲而去 山顶之上 萧妍等人也是早早整顿齐全 由于进入远古一季 太过危险 因此此行前去的 仅仅只有萧妍纪人 星云阁的弟子 以及两位长老 都是被留在了此处接应 虽说对于不能进入 这难得一见的远古一季 很是感到遗憾 但对于萧妍的命令 倒是无人反对 现在的后者在星云阁内 也是逐渐地建立起了 属于他的威信 萧妍站于山顶边远 望着那扑天盖地 夺来的人影 不由得摇了摇头 没想到这远古一季的吸引力 在这等恐怖的人气下 即便是海谷山脉 特有的那种阴寒气息 都被强行冲淡了去 在对着远古一季赶去的途中 凭借着过人的灵魂感知 萧妍也是觉察到 周围山峰中的 那沉寂了许久的隐晦气息 也是在此刻行动起来 化为一道的鸿芒 自山峰中闪躲而出 唉 此次的远古一季 方才是真正的 龙中虎斗啊 感受着那些气息的强横程度 即便是萧妍 都是忍不住的心中 轻叹了一口气 想要在这重重的强者中 顺利地夺取到天阶斗技 那难度可是相当之大呀 为了那所谓的天阶斗技 萧妍不难想象 这海谷山脉 将会爆发 何等的惊天雪战 萧妍等人所处的山峰 已是接近山脉中心 因此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那一片扭曲的空间 便是出现在了 一星人的目光之中 望着前方不远处的 扭曲空间 萧妍身形移动 落于一棵苍天巨树之上 目光一扫 这才发现 此处是一片足有千里庞大的盆地 只不过如今的这些盆地 已是尽数被森森海谷所填满 远远看去 一片森白的古海 白花花的 自然眼目 也是令得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此刻的海谷海洋周围密密麻麻的人影矗立着 一道道炙热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那海谷海洋中心的扭曲空间 只要那空间风烟已消散 那么这无数的人海便是会如同涛浪一奔 源源不断地涌入而进 硝烟的目光扫过周围的人海 然后在一些地方停顿了一下 眼中略微有些凝重 这才略微一扫 他便是发现了不下于五名实力达到了三星级别的斗尊强者 天结斗鸡果然诱惑无穷啊 连斗尊强者都是无法抗拒 硝烟心中轻叹 他对那天结斗鸡同样是抱着以些垂涎之心 但其心中明白 想要在这种地方顺利抢到天结斗鸡是何等困难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 即便是一名斗尊强者获得了天结斗鸡 但能否真正地顺利离开这海谷山脉 也同样是个问题 不知道我的毁灭火莲与那天结斗鸡比起来 究竟孰强孰弱 硝烟的眼睛眨了眨 心中也升级一抹好奇 在硝烟心中暗响间 这片天地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细微的波动 无数人的目光豁然转向那片海谷之中 那里的空间开始泛起了一阵阵波动 远古遗迹终于是要再度重见天日了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据收听《斗破苍穹》第1241章 空间距离的扭曲间发出宛如水流一般的哗哗声响 而且这种声响的扩散下 那片空间的波动也是越来越剧烈 望着那在波动下变得越来越虚幻的能量封印 古海之外 无数人的眼睛都是悄然泛起立抹赤红 甚至是连呼吸都是变得粗重了许多 握着武器的手掌也是缓缓用力起来 笑颜目光微眯地望着那层越来越扭曲的空间 在那奇异的花花声响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极度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种波动异常狂暴 就如同被压制在地壳之下的火山门 有种疯狂的喷勃的感觉 又是一阵奇异的哗哗声响 扭曲的空间突然一鸣 玄机只听得喷的一声脆响 那片扭曲的空间居然便是如同脆弱的玻璃一般 啪的一声 爆裂成无数细小的空间碎片 冲啊远古一季开启了 在空间封印爆裂的那一煞 古海四周无数道人影眼睛立刻赤红 喉咙间发出低沉的贪婪的咆哮声 身影如同蝗虫过境一般对着古海中心暴冲而去 快退 与这些一同闷冲的人相比 硝烟在空间爆裂的那一煞 脸色确实一变 一瓦抓入身旁的紫盐 脚尖一点树干 身形便是猛的暴退 一旁的小一心等人也是反应极快 毫不犹豫的立刻后退 在硝烟等人后退时 周围的那些巨树上 也是突然有着不少人的人影急急后退 显然他们也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就在硝烟等人身形暴退间 那爆裂而开的空间封印碎片 确实突然一顿 玄机只听得砰的一道巨响 一股股即便是斗尊强者 都是心惊肉跳的狂暴空间之力 如同风暴一般四下席卷而开 那些冲得最快的人手当其中 几乎是一个眨眼间便是被风暴吞噬 玄机凄厉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在古海之上响彻 狂暴的空间漣漪如同鸽脉子一般 将那前冲在最前方的人群尽数摧毁 一些靠后的强者也终于是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于是那本来是前冲的人海 顿时狼狈地掉头逃窜 一时间古海之外显得异常的混乱 因为隔着一段距离 带得那空间风暴扩散而来时 已是对硝烟等人造不上什么伤害 此时的几人方才松了一口气 目光一扫 便是见到无数道凄厉残调的身影满地打滚 阴红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森白骨海 好恐怖的空间封印 经历无数岁月 竟然还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冲击力 不愧是斗生强者的遗迹 见到这次空间波动所造成的破坏里 小一仙等人的脸颊上也是浮现一抹金色 走吧 这些家伙太心急了 活该倒霉 硝烟一笑 手掌一挥 身形便是化为一道鸿芒 对着那谷海之内 暴躲而去 而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先前同样顺利避开空间波动的众多强者 也是立刻施展身形 化为一道道模糊的身影 躲进谷海之内 谷海的面积颇为广阔 而硝烟等人在躲进谷海之后方才发现 此刻的谷海之中 隐隐间出现了一座巍峨的 犹如山峰一般的巨大轮廓 远远看去 如同匍匐在谷海之中的远古凶兽一般 令得人心头发颤 硝烟等人在见到那庞大的轮廓时 飞夺的速度也是不由自主地变缓了许多 从先前的空间风暴来看 便是足以明白此处绝非善地 若是不谨慎一些的话 恐怕将小命丢在了这里 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伴随着逐渐的接近 谷海之中漂浮的一些白雾也是逐渐的变得稀薄 而那庞然大雾也终于是出现在了硝烟等人的视野之内 那是一座大殿 一座将近千丈庞大 几乎是如同一座小山峰一般的巨殿 与这等巨殿相比 当初硝烟见到的那魂殿分殿 都是变得异常渺小了下来 仰望着这处理天地一般的庞然大物 一种渺小之感油然而生 巨殿通体赤红 远远看去 犹如生腾着一种火焰一般 在这森白色谷海之中显得分外的刺眼 周遭的那些强者也同样是因为这赤红巨殿的规模宏大 而有些失神 好片刻后方才回过神来 面面相去了一眼 眼中皆是有着些许震撼之色 不愧是斗圣强者所留啊 这般手笔的确是磅礴够大气 一道道身影逐渐的减缓速度 然后在距离那赤红巨殿百米之外停了下来 站在这里 巨殿更是显得庞大 一眼望去巨殿之顶 如同插入云峰一般 难怪要用空间封印掩盖 规模如此庞大的巨殿 放在哪里都是显眼的存在 望着这赤红的巨殿 萧岩也是忍不住的摇了头 带着众人徐徐的落在那百米之外 那位远古斗圣强者 竟然会创建这么大的遗迹 想必其中所藏也是相当的丰富 此行果然是来得不需要 此刻的赤红巨殿之外 众多强者源源不断的来到 但却并未有人率先踏足那百米的范围 能够在这个时候达到这里的人 不是大势力便是拥有大能力之人 自然不会有人蠢的甘愿当着领头羊 这些人不急呀 萧岩自然也是不急 这么丰厚的宝藏若是没有防御措施的话 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而在萧岩双臂抱凶 安心等待间 突然觉察到一道冰冷的目光 投射而来 当下眉头一跳 视线一转 旋即凝在了那道冰冷的目光 投射而来处 冰冷目光的主人 是一位身着彩色衣裙的女子 高贵的气质将其衬托得 寻常人不敢知识 凤行的发迹更是平天几分贵气 凤青儿 望着这颇为熟悉的脸颊 萧岩的手指也是忍不住的互相摸索了一下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见到了他 在凤青儿的身旁簇拥着不少人 风雷阁的一星人也在其中 此刻的这星人呢 明显也是发现了萧岩等人 眼中皆是有着森冷之色闪动 萧岩的目光扫过这星人 果然突然顿在了凤青儿的身旁 那里有着一名身体心肠 衣着绵衣的白发男子 男子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 不过这种年纪对于天妖皇族来说 无疑还只是青年期而已 这位白发男子的模样极为俊秀 微笑在脸庞 令他看上去贵心逼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的人物 青儿那便是你口中说起过 疑似拥有腰黄血精的人吗 此刻的白发男子 目光也是瞥了萧岩一眼 淡淡地笑道 嗯 不过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年时间不见 他竟然便是达到斗尊层次了 凤青儿咬了有银牙 颇有些不甘的道 呵呵 斗尊嘛 此次过后 你也能接受族中的传承 到时候突破至斗尊 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白衣男子微微一笑 轻声道 至于这萧岩嘛 便交给我来吧 不管他有没有身怀 腰黄血精 带回去一眼便可知道 即便他已经将血精吞噬 我们同样是有办法 从他的血液之中提炼而出 凤青儿微微点头 虽说萧岩进入斗尊 但对于身旁这人 他倒是颇有信心 后者接受传承比他早 传承之力 也是运用的炉火纯青 即便是放眼天摇皇族 所有年轻一辈中 那也是能够名列前三甲 罪付萧岩应该不算难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己闯进来 你若是好生待在中州 或许还真没办法拿你如何 但你却自己送上门来 那便别怪本小姐笑纳了 凤青儿美眸中寒芒闪动 心头冷笑道 对于那从凤青儿一处 投射而来的冰冷目光 萧岩在瞥了一眼后 便是收回了目光 他能够感觉到 那位白发男子 对他的杀意 对于后者 能够在这种年纪 便达到斗尊的实力 萧岩的心头 也只是略感诧异 天堂皇族并不是寻常的魔兽 拥有远古天堂血脉的他们 同样是拥有着诸多的手段 使得族人的实力大幅提升 但总的说来 这种依靠着传承得来的力量 与自己修炼而来的 总归是有着一些差距 这种差距表面看 或许并不明显 但一旦与人交手 便是会显露出端倪 以萧岩如今的实力 放眼年轻一辈 只要不是遇见一些特别变态的 他几乎都是有着 战而胜之的把握 当初的一尘如此 如今的这位白发青年 也是如此 视线从凤青儿等人身上 转移而开 萧岩环顾了一圈 脸庞上的神色 也是略为有些 变得精彩起来 因为他在这些 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大势力中 竟然是发现了不少 熟悉的面孔 而且这些人之中 也是有不少 与萧岩有过不小恩怨的人 风雷阁 天摇皇族 冰河谷 玄冥宗 萧岩目光扫过 这一个个 对他都是有着敌意的势力 一时间也是忍不住的 摇头叹息 此次可当真是 进了狼窝了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肖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42章 感谢观看 第123章